智能手机 特别是纸板机这种今天最主流的形式 从2007年初代iPhone这个标志性事件 到今天 就要了16年了 今天iPhone15发布之后呢 网上大部分声音是说缺乏创新 可我觉得呢 这才哪到哪 如果今年你失望了 明年你会更失望 今天iPhone15 Pro 把大型3A游戏这种 以往不可能的任务都给刨下来了 那明年乃至再往下 还是还啥能搞呗 这是整个智能手机市场 特别是纸板机这种经典款式 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到了这个阶段 行业呢 也差不多该变天了 眼下经典的 纸板智能机的市场非常大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统计 82年卖了接近12亿部 可即使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到了该垮掉的时候 也可能说淘汰就淘汰 几年的功夫 就被扫进历史的废纸路 不是我危言耸听 智能手机的前辈功能机 就实大实的遭遇过这么一轮 今天功能机的市场呢 其实并不小 Counterpoint Research预计呢 今年功能机在全球 还能卖个280万台 可这个数字 跟它的巅峰期 还是差不少的 如果看卫报当年的报道呢 就在初代iPhone发布的2007年 就诺基亚这一家 就在全球卖了超过4亿台功能机 那时候的功能机的产业状态呢 就和今天的纸板智能机特别像 卷了十多年之后 已经非常成熟 熟透了 用户需求 只要是这个产品形态上 能给的都给到了 生产成本也优化到了很低的水平 可这样一种接近完美的产业状态 怎么说崩就崩了呢 这就又要说回初代iPhone了 其实第一款iPhone对市场的影响力 并不像咱们今天以为的那么大 我找到了一篇当年路透社的报道 iPhone发布之后呢 诺基亚副总裁对这个新东西的看法 就指示说 这玩意很有意思 还指出来说 这个东西缺少当时的一项热门手机技术 就是3G通信 后来iPhone实际的销量数据呢 也的确算不上非常可观 总共卖了600多万台 在07年卖了不到200万部 连诺基亚的0.5%都够不上 可再后来呢 今天苹果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而诺基亚先是把手机业务卖给了微软 再然后呢微软也不要了 现在诺基亚这个品牌的手机 是一家叫HMD Global的公司在做 而且呢也不再雇手功能机 开始做基于安卓的智能机产品了 所以说产业成熟呢 并不代表着这个产业就不会被颠覆 一个新产品早期体量小 就并不意味着 他就不会把市场翻个底烧天 关键呢 还是得看这个产品的设计思路 有没有摸到点子上 在初代iPhone的发布会上呢 Steve Jobs把功能机上 大块的键盘区域批判了一番 然后呢端出来了正面 大部分是屏幕的iPhone 正在那个时刻呢 这个产品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创新点 今天呢我想拿出来讲的 有两个我觉得比较关键的 就是更大的屏幕和更直觉直观的交互 实际上今天可能讲到最后呢 我还是在讲这两个点 我觉得这两个点呢 是个人移动终端演进的一条 很重要的脉络 先说屏幕 就个人消费电子产品这方面呢 我有个观察 就是芯片计算能力越强 屏幕尺寸就越大 而且呢 它不只是手机这种移动终端这一块 它是在消费电子产品的各个领域都有体现 比如像游戏机 小时候呢 Gameboy GBA 那都不大点 在客桌底下玩 对吧 再然后呢 就比如PSP 性能强了 屏幕也大了 那还是能在客桌底下玩 再后来呢 像今天PS5 Xbox 那就都得外接屏幕了 客桌底下肯定是玩不了 而且就算是像Switch Steam Deck这种主打便携的 那屏幕也都还是比PSP要大一些 而且不少人呢 也还是会接个屏幕玩 再举个例子 电脑也是这样 八九十年代呢 最早的个人电脑屏幕都没多大 因为就显示个文本命令行 后来图形界面流行起来之后呢 电脑屏幕也越来越大 到今天呢 27寸显示器都不算是特别大的了 32寸 43寸的都出来了 还有大鱼屏 双屏组合 各种方案 就屏幕尺寸跟着芯片性能扩张这个规律呢 虽然不能说是严格的线性往上走 但大方向上 这个整体规律 在很多领域都是存在 对吧 这背后的原因呢 也挺容易理解 像游戏 设备计算能力上来之后呢 画面就更丰富 可以加进去的场景细节 交互元素也就更多 GBA那块小屏幕上 可以玩口袋妖怪 但如果是跑赛博朋克2077 或者是爱尔顿法环 那可能连敌方的攻击动作都看不清 电脑也是一样 今天的处理器呢 同时支撑几个工作窗口 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就需要更大的显示空间 才能看得清 而倒回20年前 你单开一个PowerPoint 图片放多了 可能都有点卡 所以自然呢 也就没有这个需求了 那初代iPhone把键盘区域 直接砍掉全换成屏幕 就是率先跟进了 当年快速发展的手机处理器 而富有创造力的开发者们呢 也迅速在这个方向正确的新平台上 在接下来几代产品上 创造出了玩法和用法 更丰富的游戏和应用 不过光一个屏幕尺寸呢 还不足以让智能机这个产品形态 割了功能机的命 这儿呢 有一个很合适的反例 就是2009年上市 号称是iPhone杀手的诺基亚N97 这款手机呢 搞了一个创新性的双层设计 屏幕下面是一个三排的完整字幕键盘 可以直接拖出来用 而叠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N97也同样是正面一大块屏幕 而且也同样可以通过手指触控来使用 我觉得这个设计呢 可以说是键盘机的巅峰了 实际上诺基亚呢 也是把N97定义为智能手机的 这儿呢 咱们得先厘清一下智能机这个概念 智能机这个词呢 和人工智能没什么关系 它主要指的是iPhone之后 这种既能打电话 又能把相机电脑音乐播放器 这些设备的活给干了的手机形态 这儿这个智能 实际上指的是它的多功能性 全能性 所以为了更准确的 把诺基亚手机和苹果手机的路线区别 给点出来 N97呢 我就用键盘机这个词 纯从机身形态来说 N97可以说是既支持iPhone的使用形态 也支持iPhone没有的全键盘形态 乍一看呢 真的没什么书的道理 而且从销量上看 消费者对这种能变身成 移动小电脑的产品形态 也是真的很买账 根据当年诺基亚自己的官方公告呢 N97上市三个月 就卖了超过两百万台 但是 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就是呢 其实这款手机给诺基亚品牌带来的 是一大波负面冲击 N97卖的越多 这个负面冲击就越严重 前面那篇官方公告呢 是在N97上市四个月之后 主体内容就是宣布N97mini发售 还有N97的全面软件升级 而这两个呢 实际上都是为了给N97闯的货擦屁股 另一个事呢 就是诺基亚副总裁 也在一次会谈上说 虽然N97的销售很成功 但在使用体验上 让用户们深深的失望了 这么严重的一个娄子 它背后的问题 就在于N97虽然有了大屏幕这个型 但还不具备iPhone上更直觉 更直观的交互这个神 N97的概念设计呢 很吸引人 但用起来真的很难受 GSM Arena 关于这个事件呢 有篇分析写的很全面 就是说N97这个产品 整体的硬件设计出了大问题 配的处理器不够给力 留的运行内存 系统硬盘空间也都不够大 连日常操作基本的流畅 都没法完全保证 然后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呢 它没有形成苹果和安卓 那样的移动应用生态 09年6月的时候呢 诺基亚的应用市场 只有525款应用 而到09年底 苹果有10万个APP 安卓这边呢 也有11000个 诺基亚这边 直接被数量几年呀 所以N97用户 能享受到的服务呢 也远远要少 除了这两个 比较显著的问题呢 GSM Arena的这篇分析 还提到了N97 这块电阻屏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值得再展开讲一讲 当年初代iPhone 让人们眼前一亮的地方呢 除了这个屏幕大 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屏幕触摸操控的时候 格外的顺滑 而且各种操作呢 都很直观很自然 比如说想看到网页下面的内容 就直接按着网页往上一拉 下面的内容呢 就被拉上来了 而且紧紧的跟着你的手指 就像是你真的隔着屏幕 把一张纸拉上去了一样 而其他各种需要滚动的操作呢 也同样遵循这套直观的逻辑 再比如呢 你想缩小一张图片 直接两根手指这么一捏 想放大呢 就再反过来一拉 也都是很直观 很下意识的反应 这套非常迎合直觉的交互方式呢 靠的就是iPhone当年的 多点触控电容屏 后来N97用的电阻屏呢 其实也有一些独特优势 在电阻屏上点击一个点 是真的要让这个点发生物理形变 所以这种点击呢 就需要使用相对尖锐的物体 比如笔记耳或者指甲 这就让用户可以更准确的 知道自己点在了哪里 所以在电阻屏上写字 就要比在电容屏上容易很多 特别是写平常记笔记那种大小的字 不过这个工作原理呢 也让用户很难用手指 做出在电容屏上那么自然的操作 首先呢 就是电阻屏很难实现多点触控 其实今天能多点触控的电阻屏已经有了 但至少在N97那个年代 能量产的电阻屏还没这个本事 所以两个手指捏合 分开这样的直观操作就实现不了 而更麻烦的呢 就是电阻屏需要按压这一点 咱们现在呢 就可以做个实验感受一下 你单手握住你的手机 先像平常那样 用大拇指指肚子 在屏幕上划个尽可能大的圈 然后呢 再试着用拇指指甲 也同样划一个圈 你会明显发现用指肚子 能单手掌控的范围要大得多 接下来呢 还是单手握持手机 你可以再试一下 先用大拇指指肚子往上划十下 然后呢 再试一下用指甲按住往上划十下 你会发现不仅每次划的距离变短了 用指甲呢 也明显要更麻烦一些 今天呢 咱们抱怨在手机上浪费了时间的时候呢 经常会说什么呢 就说哎呀 我又刷了半天手机 对吧 某种意义上呢 这就是因为电容屏把刷这个操作 做的太直观太舒服了 虽然在咱们想要专心工作的时候呢 这可能是个坏事 但从产品交互的角度来说 这个设计真的绝了 用着舒服呢 才是最重要的出发点 至于说操作不精确怎么办呢 把按键图标都放大 选择文字的时候 加一个搜放效果 这些不就都解决了吗 这些解决之后 电阻屏呢 就真没什么优势了 所以我觉得N97电阻屏 在交互上的落后呢 也同样是诺基亚对标iPhone的打屏战略 最后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再后来的N97 mini和N900 把前面说的N97的硬件短板都补齐了 还是没把这个大屏产品给抢救回来 这其实呢 也能再次印证这个结论 归根结底就是呢 对个人移动终端来说 芯片性能强大了之后 大尺寸的屏幕很重要 直观自然的交互也很重要 初代iPhone呢 就是准确捕捉到了这两个点 几年之后呢 键盘功能机的时代 也就彻底终结了 当然制动机的创新点呢 肯定不止这两个 引入广大开发者搞应用市场 这套玩法是一个 大屏浏览器迎合互联网时代 也是一个 还有很多 但今天咱们主要探讨 屏幕和交互这种比较底层的提升 这两点呢 就像基础规律一样 芯片性能上去之后呢 屏幕就得再大一点 显示更多更丰富的内容 然后新的屏幕形态 还得配上一套直观的交互方式 过去这16年的版本答案呢 就是大屏智能机 大屏这一点 电容屏触摸交互这一点 从初代iPhone到现在一直都没变过 但这16年下来呢 芯片性能又翻了很多倍 那是不是又到了大版本更新的时候呢 从键盘功能机的历史故事 咱们能看出来一个事 就是体量大 不代表低位稳 键盘功能机当年一年能卖十几亿部 但这个传统的产品形态多少呢 有点配不上当时快速提升的芯片性能了 所以大屏智能机出来之后 这么大的一个产业 也是说下去就下去了 这么一看呢 今天的直板智能机 如果真的到了该退场的时候 可能一样坚持不了几年 那个人移动终端的下一个大版本是什么呢 今天我想讲两个方向 第一个呢是折叠屏 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牌 就是华为 然后第二个方向就是眼镜 弄到具体产品上 就是苹果的Vision Pro 我觉得呢我也挺勇敢的 先讲苹果再讲华为 然后再回来讲苹果 就但凡你想讨好观众呢 都知道不应该这么聊天 但我不讨好观众 我觉得呢咱们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再一个呢我之前把米哈游批判了一番 后来我看也没出事 现在那么狂的很 所以呢我就接着讲华为吧 这些年华为的折叠屏这块呢 是真的站稳了脚跟 无论是产品力本身 还是国内市场份额 就折叠屏这条路线一旦成了的话呢 华为的收获一定会很大 那这个路线能不能成呢 前面咱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你芯片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之后呢 产品就会开始呼唤大屏幕 这些年大家伙的小拇指 被越来越大的手机屏幕压的是越来越晚 这事呢是有目共睹的 iPhone12 mini出来之后 网上一片叫好声 但它卖的呢就是不好 因为这网上跟芯片越强 屏幕越大的规律就是反着来的 12年的时候呢我读高三 那时候呢跟我们搬花谈恋爱 也算是学有余力吧 我记得那时候呢 我还是用一个摩托罗拉的智能机 用手机版的QQ发消息 当年手机上能装QQ呢 我就已经觉得相当先进了 实际上那个QQ被砍掉了特别多功能 基本上呢也就是发个消息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呢我们俩在QQ空间上 搞了个情侣空间 要互动 得刷这个亲密纸 这些呢就还是得到电脑上去弄 所以虽然那个摩托罗拉的屏幕呢 还没有今天主流旗舰的一半大 但我已经觉得非常足够用了 反而手机QQ呢 它也只是显示个消息 但是今天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呀 你比如说微信 它手机版的功能 反而比电脑版多得多 再比如像很多购物网站 你在电脑浏览器里头刷一会儿呢 你反而觉得头大 你反倒是得回到手机上去用 这就是移动处理器性能强了 移动应用呢 也就跟着越来越复杂 而且很多应用场景 干脆就是从移动端这边做起来的 就比如说微信 还有手机游戏呀 打车呀 移动阅读啊 交友啊 很多很多东西太丰富了 在一个现在的芯片呢 甚至你同时跑好几个应用 都是撑得住的 所以现在说实话 手机屏幕多大都不嫌大 可是直板智能机的屏幕尺寸呢 又绕不开一个根本障碍 说白了就是你的裤兜尺寸 今天的直板智能机主流旗舰 已经奔着七寸去了 这就真的不能再往上加了 再加我就得去改裤子了 所以这就起了个严重冲突 机身尺寸呢 有个明确的天花板 但屏幕还想继续扩大 这个矛盾乍一看呢 这就是无解的 直到折叠屏这种新形态出现 这一轮折叠屏的技术创新呢 它的主场从欧美来到了东亚 因为它的底层技术突破呢 是OLED的柔性屏幕技术的突破 而这类技术呢 主要就是在东亚这边卷 特别是中国和韩国 实际上一开始 韩国的领先优势很大 早在2013年初呢 三星电子就在CES上展出了 它们的柔性屏幕技术 但比较意外的是呢 第一款上市的折叠屏手机 反而是来自一家叫做 柔宇科技的中国公司 2018年10月底开始预售 比三星后来的Galaxy Fold 早了几个月 不过柔宇的折叠屏产品呢 到目前为止都并不成功 而且这家公司的经营呢 也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 这背后的原因呢 挺复杂 其实柔宇呢 是有自己独创的技术路线的 但它围绕着自己的技术 选择了一个自建厂房 自己设计生产手机产品的模式 这个对初创企业来说过于吃力了 另一方面呢 也能看出来 就是做一个创新性的产品 真的是非常复杂的 你看我这种人在这两条路线 三项原则总结的巴巴的 那真跟人家产业里头实干的人比起来 我连一根毛都算不上 顶多也只能做到说给大家把事实的一部分介绍介绍而已 里头有的呢 可能还是错的 我只能说尽量做到七三开 那柔宇之后呢 再登台的 就都是价底比较厚的了 先是三星推出了Galaxy Fold 当然在国内呢 这个原版发布会永远都没法超越后来的王自如开箱了 不过在王自如开箱之前 紧接着Galaxy Fold之后四天 华为就也第一时间发布了Meta X 然后国内的柔性屏产业链也跟着直愣起来了 于是其他国内手机厂商也纷纷入局 比如王自如开箱Galaxy Fold频繁忙提到的Vivo 也在22年4月发布了自家的第一款折叠屏产品 包括小米 OPPO 荣耀 还有安卓亲儿子Pixel 真就百花齐放了 现在 特别是Pixel 它一定会带动一大批APP做折叠屏的适配 这样软件体验呢 也会迅速上来 所以我觉得屏幕尺寸接近天花板的直板智能机呢 真有点要走到头的意思了 折叠屏展开之后呢尺寸够大 折起来呢又依然变写 这个形态呢 就还能陪着性能持续增长的移动芯片再走个几年 我这呢 现在有一台华为的Meta X5 它折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比iPhone Pro Max还要小一点 但是同样是播放16比9的视频 展开之后Meta X5的画面就是要更大一些 而且在这块更大的屏幕上 你还可以很方便的把两个APP并排摆在一起 在不同应用之间呢 复制点东西 一边看视频听歌 一边稍稍网页 这种移动多任务场景呢 那真是越用越有 体验过了呢 就回不去了 今天的手机芯片同时跑好几个应用 其实是绰绰有余的 但纸板机这个形态就很难有这个体验 我22年的主力机呢 就是华为的Mate XS2 这个呢和X系列还不完全一样 XS呢是外折 就是说它其实就一块屏幕 平常折起来呢只显示一半 翻开之后呢就变成一大块 不像内折那样 其实是两块屏幕 平常外面是一块小的 展开了之后呢 里头藏着一块大的 我其实呢更喜欢XS这种外折 因为形态切换的连贯性更强 我展开的时候呢 会觉得是扩展了这块屏幕 而不是换了另一块屏幕 而且这手机一圈呢全是屏幕 镜头呢也不凸起 手感是真的好 除了这些外折特有的点呢 折叠屏特有的大屏优势 它也都有 而且华为在多任务上呢 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像应用小双口啊 侧边拉出来的任务栏啊 就用习惯了之后换回纸板机呢 真的会有点不适应 我是后来搬家搬到了香港 因为装一些香港的本地服务会方便很多 但不能一边看视频一边回微信呢 还是让我有点郁闷的 不过折叠屏现在呢也存在一些问题 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贵 贵呢就会导致它一时半会流行不起来 而流行不起来 它的生态就没法全面的建设起来 除了贵呢 折叠屏这个结构也导致了 它没有纸板机扛造 摔了容易坏 这也不利于它的推广 还是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统计 22年折叠屏呢 全球卖了1420万台 看着多 但实际上呢 只占整个智能机市场的1.2% 到27年IDC预测呢 也只是上升到3.5% 不过无论是贵 还是容易摔坏的问题 早晚都能得到解决 而且参考当年的iPhone呢 它早期销量也不高 但它给当年更强大的芯片 送来了更大的屏幕 和更直观的交互 方向对了 最后呢就还是让 盛级一时的键盘功能机翻篇了 所以折叠屏呢 我觉得它很可能 也会让今天的 纸板智能机翻篇 实际上今天这种产品形态 依然不是折叠屏的终点 未来三者 甚至四者 五六寸的一个手机 直接展开成一个大屏板 那就还能赔着 不断增长的芯片算力 再走很长一段路 不过这段路 到底会走多长呢 也不好说 因为苹果这边 其实还有一个重头戏等着 就是Vision Pro 前面讲折叠屏的时候呢 苹果是全程缺席的 但如果还是按照 咱们今天梳理的这个脉络 更大的屏幕 和更直观的交互的话 那Vision Pro 实际上是直接跳到另一个维度上去了 它的屏幕可以是无限大 交互方式呢 是直接用手臂臂画画 连打字都能实现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它不只是要 隔个人移动终端的命 它是要把整个个人电子消费市场 一锅端了 对吧 只要芯片算力继续增长 游戏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玩 电影你可以在这里面看 电话呢 你可以在这里头打 处理文字 做PPT 浏览网页 你就说什么不能在这里头干吧 个人电子产品分门别类五花八门的时代 结束了 但咱们停一下 这个呢 只是个愿景 愿景没落地的时候 再天花乱追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比如前面咱们讲过的诺基亚N97 随身个人小电脑 那个愿景呢 也很美好 但真正实施的时候发现呢 很多细节问题 其实没想明白 出了很多岔子 最后用户体验呢 其实一点都不美好 说实话 发布会上Vision Pro这个产品 正式出来的时候呢 我的怀疑是远大于期待的 因为这个报复太大了 而报复越大 它最后无法兑现的可能性呢 就越大 不过客观来说呢 苹果也的确是目前 技术积累最多的科技公司之一 所以Vision Pro这张答卷 到底会做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关于苹果 为这个产品所做的准备 也为叫做杨浩伦的设计师 已经从专业视角 做了一个细致的树立 我觉得讲的非常有层次 后面呢 我会把它的视频放在画面上 大家呢 可以直接搜标题去看 他讲过的内容呢 我就不重复了 我想结合今年秋季 发布会的一些新观察 再聊一聊 如果你只关注 苹果今年9月发布会的 手机介绍呢 那今年的亮点 的确不如网年多 但如果你想从这场 发布会里寻找苹果 为Vision Pro所做铺垫的 蛛丝马迹 那这里的信息量就很大了 首先是苹果手表的芯片上 加了一个四核的神经引擎 用来加速机器学习运算 一个手表为什么会设计 复杂的机器学习计算呢 因为今年加了一个新的手势操作 就你拇指和食指 咱们随便点两下 就可以接电话 挂电话 关闹钟 启动倒计时 完成很多控制操作 这个交互设计挺巧妙 也挺新颖的 但你再往下想一想 这不就是在提前让用户 适应Vision Pro的操作吗 因为Vision Pro的操作 就都是基于手势的 而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手势 就是把手指捏起来 手表用户天天点手指 都点习惯了之后呢 再戴上眼镜 那就是无缝衔接 然后接下来 就是生化危机刺客信条 这种大型游戏登陆 iPhone Pro这件事 难道苹果真是想让 iPhone去和Steam Deck 还有Switch这类便携游戏机 竞争单机游戏市场 不可能的 首先大型单机游戏的受众 那是出了名的前少事多 我也不是针对谁 我也是其中一员 但连我都觉得 这整个群体 它就有点问题 说真的 饭圈女孩给哥哥们打绑 都比咱们这些臭打游戏的 掏钱痛快 况且iPhone呢 还坐拥手机游戏 这个大型印钞机 那苹果高管是得多想不开 才会进军大型单机市场 山珍海味吃腻了 想尝尝咱们这些窝窝头 是吧 可事实是呢 最近这个趋势 还真就特别明显 6月的WWDC呢 苹果就把死亡割陷 拉到了苹果电脑上来 然后苹果呢 还给电脑搞了一个 Gameporting Toolkit 游戏移植工具包 这个东西呢 可以让游戏开发者 快速的把其他平台上的游戏 在苹果电脑上抛起来 目的呢 就还是吸引更多的游戏公司过来 给苹果的设备 做大型游戏 这么多年下来呢 游戏开发用的基础工具 已经相当全面和复杂了 苹果想做这么个 通用型的移植工具呢 就得把所有这些基础工具 和苹果的Metal 图形加速体系 一一对应上 工作量呢 是非常大的 那苹果为什么费这么大功夫 拉大型游戏进来呢 还是那句话 肯定不是为了竞争 苹果市值3000亿美元的时候 都没看上这块蛋糕 为啥现在快3万亿了 反而要过来抢呢 那咱们把视野再拉远的话 微软这两年 对单机游戏的兴趣 也突然特别大 我个人觉得这背后呢 就还是为了去拼 下一代的个人计算形态 就是HoloLens Vision Pro 这种VR AR眼镜 这个蛋糕 那就真的够大了 这类设备呢 咱们经常听到一个词 叫空间计算 未来呢 无论是在这些平台上 制作游戏本身 还是制作各种 非游戏的应用软件 3D设计和交互呢 都会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那今天这一类人才呢 还真就数 做大型单机游戏的 公司里头最多 做平台类的大工程 人是根本 开发者是根本 人才都过来用你的东西了 你这东西呢 就会运用越用 形成标准和生态 所以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呢 未来苹果还会用各种方式 吸引各大游戏公司 把作品放到 苹果的平台上来 但这并不是因为苹果 突然对大型 单机游戏市场重视起来了 归根结底呢 还是为了他的Vision Pro 最后呢 就是Special Video 空间视频 我之前呢 做过这类应用 用手机镜头 复原整个场景的深度信息 计算物体的尺寸 然后月初呢 我还在腾讯生态大会上 参观了他们的 裸眼3D视频会议 学习了一些背后的技术 所以这方面呢 就不谦虚了 我确实了解的挺多的 发布会上 虽然空间视频没讲太多 但那个短短的演示 背后的技术实力 是非常让我震撼的 不过前提呢 是这段演示没有造假 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 就演示里 咱们能看到这个人 拍这段空间视频的时候呢 是个大致固定的机位 但是回放的时候 绕着这个空间视频的画面 转了一圈 就这个过程里 你能看到人物背后的景色 随着视频转动 全都能露出来 没有任何一块 是因为遮挡还原不回来的 这个就属于是在炫技了 想更好的还原空间场景 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呢 就需要从尽可能度的视角 全面的采集画面信息 再根据同一个物体 在不同视角下的位移变化 把它离镜头的距离计算出来 人眼呢 就是这么来感知深度的 像腾讯那个裸眼3D会议 或者叫全息视频通话吧 它是摆了一圈摄像头 而且排布的范围很大 从各个角度 去拍镜头前面的人 所以实现了一个全息的效果 就对面如果伸手的话呢 我是真的会感觉 他把手从屏幕里头伸了出来 我会下意识的想要 去跟他握一下 但问题是苹果 没有那么多摄像头 而且摄像头离得还很近 那它是怎么把所有空间信息 全捕捉到的呢 我的猜测就是用广角镜头 尽可能把信息抓全 再用主摄像头捕捉细节 最后再通过机器学习算法 修正机变 计算渗度信息 甚至可能还要把实在拍不到的 遮挡部分给生成回来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到实时拍摄的 这就很离谱 那苹果投入资源 把空间视频做到这么个程度 为了什么 那Vision Pro不就有了 源源不断的视频内容了吗 有这么有意思的视频看 那苹果的眼镜 至少不至于放那吃灰了 当年MetaQuest就这点没想明白 你得整一个没门槛的创作工具 给大家伙用啊 用户自己不就自娱自乐去了吗 就从这场发布会呢 我觉得苹果推动 他家眼镜往前走的节奏 还是非常稳的 技术积累呢 一样样全在往外翻 无论是芯片 手势交互 图形能力 还是这个空间视频 换别人家呢 整搞不了 那最终 咱们再把话说回来 我觉得呢 纸板智能机走到头了 这句话 已经不是个问句了 它现在就是个时间问题 折叠这个形态 把成本和可靠性的问题 解决好之后 纸板呢 就真该退休了 更别说后面 还有眼镜这个最终boss 真搞成了 那整个智能手机都结束了 不过我现在呢 对Vision Pro 还是比较怀疑 因为这目标 真的太宏大了 要是这东西 苹果真做成了 那后面酷喝去见乔布斯了 老乔咋也得给他敬一杯 但我还是觉得呢 这玩意即使是苹果 一时半会儿也达不到 它那个宏伟目标 也就是撼动智能手机市场 乃至整个个人电子消费市场 而且除了目标太大以外呢 动力也是个问题 现在平面生态 已经把游戏生产力 社交日常生活 各种场景都解决得非常好了 那什么是让我迫切的 想要戴上眼镜的场景呢 至少目前 我能想到的很少 不过市场需求呢 是可以培养的 就像iPhone出来的时候呢 也有声音说这玩儿 哗而不识 结果后来智能机 那就真把功能机给弄下去了 反正至少眼下呢 我觉得折叠屏 是能确定比较靠谱的 这方面呢 华为起步比较早 品类也是最全的 内折外折数折都有 软件设计上呢 也可圈可电 如果芯片这块也搞定了的话 产品形态跟着芯片算力一起走 那华为搞不好 能当一段时间带头大哥 如果苹果这边Vision Pro进展不顺利呢 说不定也得回来 走几年折叠屏这个路线 当然呢 我还是很期待 苹果能把空间计算 这条路给走通的 让咱们早点看到未来 先就到这吧 我是林一 咱们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